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些经常被小人招惹的手相特点 首先一个是小指的底部低节最短 小指最下面这一指节非常的短 这种人一般个性比较天真 容易清醒他人 体力不佳 意志力比较薄弱 极容易沾染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 或者是一些嗜好 给人可乘之机 就是你的爱好广泛 这个兴趣爱好越多 就越容易被人家被利用 那么小指还有就是一种特点 就是小人文位于食指的根部 小人文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小人文 这种斜斜的几条线 或者是感情线冲了指缝 或者一些杂纹 支线冲了指缝 斜斜的有几条纹路 这个是一般都会有好几条 小人文越多是越会容易惹到小人 如果是太多小人文就可能惹到一些官司 那么还有一种特点就是这个小指 小于无名指的第二个指节 就是短 它非常短 小指非常短 天性单纯固执 以言表达能力也差 我们说小指要修长的人 形态非常好的话 是口才非常的好 相反 非常短 连这个第二个 这个指节都没有超过的话 那么这个人际关系是非常的 处理的非常不好 这个容易信任他人 而且上当容易上当受骗 这样的人最不适合做生意 小心这个上当赔钱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智慧线 横七竖八的 智慧线 智慧线非常的乱 在说哪当中 如果是智慧线 这个比较横七竖八的 非常的杂文非常的多 这样的 这样乱走 那么这种手下人 容易被坏人陷害 这种人通常情商表姬 说话直率 虽然没有恶意 但是呢 无形当中得罪了很多人 所以很容易被一些小人惦记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事业线出现的横纹 像这种横切纹 事业线是衡量一个人 事业生涯的基本的一种 一种形态 如果是事业线有横纹 那么就意味着 工作当中有很多障碍 一些即将开启的项目 无缘无故的被封杀 或者自己的 这个 在社会上那些名誉 被别人的 这个诬告 或者怎么样子 总之 就是事业当中 遇到一些阻碍 好了 有关这个手下的一些那种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 手下面向 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